大家好 聖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1日 星期一 大家好 這也是突發消息 事源新聞工作者 歐加倫 被捕 這是突發新聞 應該是加上資深 報紙也這樣寫的 資深新聞工作者 其實原來是立場新聞的高層 也有出版那些 刊物 跟立場新聞有關 他應該是寫評論 不是立場新聞高層 我們不如跟大家高呼一下這件事 再跟大家研究一下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負面新聞啦 我們也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因為這是突發的案件 我們正當以為 這個香港政府 暫時對香港的反對派停止迫害的時候 現在他又來了 似乎我們認為 跟政治真的有關 因為本來有一段時間不穩定 現在又確定了 疫情可能會舒緩了 數字回落了 所以他們開始抓人了 這是其中一個 另一個就是 特首的人選 我認為跟特首人選有關 不過如果你說特首人選 林鄭也大舉去規捕這些意見人士 因為林鄭也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可以做 因為林鄭也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可以做 可能我做不做 可能我做不做 可能我做老邦的事 可能我下獲了 現在如果這樣說 現在向他開刀的 可能接下來的特首就要交功課了 就是會出來跟大家 積極溝通 的 李家超 李公公 李公公 他看見他真的是 像一個公公的太監 他年輕的時候沒有那麼公公的 老了 典型的老太監的樣子 他穿了官服 有時公公的服裝 為此為妙 好像不用化妝 現在這次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他又不是立場的高層 是發表過評論 現在告他全謀發動煽動性刊物罪 有沒有說哪一篇刊物罪 最恐怖就是永遠都不知道有煽動性的 總之就是 你有了 大家覺得李家超出來說的時候會說什麼呢 對這件事怎麼評論 人要錄音機也是 跟大家溝通是怎麼溝通的呢 原來是在獄中溝通 這個是比林鄭過分的 林鄭一邊搞論壇 一邊有警察開槍 但如果李家超在獄中跟他溝通 意思就是抓了人回來才可以溝通 意思就是要大舉手過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跟他溝通 李家超也蠻陰毒的 還要跟年輕人溝通 大家還要看路 李家超不死 可能要 美國申請MQ9斬首 這次我們想順便說一個 議題就是 大家好像有一段時間 質疑 又或者去challenge 人家為甚麼要走 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看回這些新聞的時候 你問這個問題 是有問題的 他已經抓到其實是寫評論文章的人 很多人都照樣抓你 現在是寬到 你是難以想像 為甚麼 你說過很多激進說話的人 是不會被人抓的 其實 我們看到現在一個歐加倫 很多人其實未必會認識他 他的知名度當然是跟很多 社區文章的朋友 是不得比的 因為他不算很高知名度 你要很留意政治的人 才會知道歐加倫這個人 他做了香港電台自由風 但香港電台也沒有人聽的 至少這個名字很生補 相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很生補的 香港電台 我都不記得 在網絡發達之後 那些傳統傳媒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聽的 還有 聽到港台那些 以前的傳媒都是偏黃的 那些傳媒都是偏黃的 但是現在的傳媒都是偏黃的 但是現在的傳媒都是偏黃的 現在的傳媒都是偏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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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裡面 還會是偏黃的 現在的傳媒 現在的傳媒都是偏黃的 現在的傳媒都是偏黃的 而且最能幹的是不知道赤道是如何 那些文章發生了 哪些為甚麼 那些什麼 那些是有甚麼 可能是有甚麼 你是不是說那些 沒有喔 你也說的 你也說連以前 鐵文宣時代康復香港 那你也說的 甚至是說香港獨立的 唯一出路 那也算是有跡可寻 那現在的傳媒是 windows 也不知道哪一部分是有煽動性 會令到很多曾經投過稿給《立場新聞》的人都很害怕 因為 現在的人真的害怕 曾經投過稿給你 不知道會被人找出來清算 我認為現在 特首候選人陳安樂定之後 他們會碰盤加勵 這個絕對有可能 因為現在尋找尼家超相 大家都知道他出身 他是警察來的 很多時候對付一些比較斯文人 你就要找這些人出去做 中國的說話說 瘦財遇着兵 有理說不清 他說你甚麼 你也不能反抗 現在真的沒有反抗 這樣的環境 這個就是 突發事件 我們也以為暫時停了一陣子 因為現在 建制內鬥暫停 又來過了 又再找一些 最恐怖的是 你不是真的做過甚麼反對事項 現在 那些尺度又再擴大了 去到 評論文章也動的時候 其實沒有哪幾個香港人 不動的 我以前也有拿過他寫的 其實也算是溫和派的 他寫的那些文章的主張 各方面 是溫和為主的 很少像我們這些人 現在 用國安法拉他 其實香港應該沒甚麼人可以行免 你只是 說一些民主理念的東西 說一些批評香港政府的東西 其實也可能會犯了國安法 那到時就很闊了 現在 誰會對這個地方有信心呢 以言入罪 搞得好像文字獄 這件事 也應該 在西方世界 其實就真的要宣傳 把這些東西宣傳出去 你又拘捕一個全部人 你現在不是拘捕歐加倫 本身 你告訴全世界 你現在又是再進一步制止你的 野心 新聞自由 已經不是政治了 新聞說甚麼都不行 最簡單的新聞自由 好像央視 人家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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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跟央視沒有分別 因為 他 寫了評論文章 竟然是評論 你可能要說什麼是紅線 你可能要說什麼是紅線 你可能要說清楚 很多人會害怕 寫了一篇文章 我們投了一篇稿 他把 歐加倫會否定性 定性做一些反革命組織 反革命的言論 很危險 每個人都中過 沒有甚麼不中 我們也說回 其實很多人選擇離開是不不得已的 我們看到現在那個拘捕的情況 是連一些 很溫和的人說話都沒有辦法接受 遲些抓一下 我想香港 香港 再少 很多人會用電 剩下用電的數量可能會減少 你動一下 就說 拉這個拉那個 我哪敢做 以後再寫評論 每個人都不寫 現在香港的那個政治氣氛 大家都知道 做不好 李家超上台 都可以很肯定 只會更加差 是不會好的 他到底會用甚麼招數去對付 現存在香港還沒走的反對派呢 其實我也替他們擔心 他現在就是會把 他定義的反對派的尺度 無限放大 本來他心目中真的不覺得自己有做過任何反對的行為 進入了他的射程範圍 如果這樣說 其實是濫殺平衡 當然 現在 以言入罪 那條件太寬鬆了 他們說甚麼就甚麼 其實 很嚴重 我們總之呼籲吧 當初 有一群人 拼老命 去說 要跟勇武的人分割 覺得勇武扔磚 扔石 就拘捕他 我們沒有和平的 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真的 欠了 香港一句道歉 他們真的應該 很明顯的這個主張這種說法 真的坐得很厲害 因為你不要以為 你不反抗他就不會搞你 其實是會的 你不反抗他就會搞你的 共產黨 所以 我們也呼籲現在還在香港的朋友 你們 稍微有一點 你覺得有甚麼懷疑呢 我想你也會離開好一點 因為現在換李家超 不知道他 那個 無恥程度會下降多少 他的底線 可能是跌穿地下 你看到李家超 整副人肉 都可能是盡得 林瑞麟真傳 他所有說話 沒有表情 目口無臉 然後跟你說一些很糟糕的說話 他自己 是 他那種神態自虐 他好像天生出來的說話 他不會在現場就沒有事 他不會有這樣的風險 你不在那裏寫文章就沒有這樣的風險 他真的可以說出來的 他可以這麼無良地 這麼冷靜地說這些說話 他也是一個 很難得的人渣 所以我們真的只能夠 以其人之道 還是其人之心 這些字好像是 壞消息 但是真的順便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用回 我們今天全天都在用潛藍大愛兒 用回他說的話來對付他 那甚麼時候會適用呢 就是 李家超 我們要向 香港 發射導彈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你不在那裏做特首 就不會有這樣的風險 我真的一定會說的 到我有機會禁制那天 我真的一定會跟他們說的 也會跟警察說的 如果不做警察就不會中了 我是比較溫和的 我一定會學意識別的 我一定會打電話疏散平民的 我會做到足的 其他呢 就叫軍事目標了 我們一定不會來的 我一定是堅決會根據維瓦納公約行事 這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